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在其古装新作 二大洋洋人气拉满 七皇望穿金秋启动 迪丽热巴可以说是90后新生代演员中 最耀眼的一位人气女星了 她自2013年出道之后 距今已有10年的影视剧表演经历 无论是演技还是人气 都在一年年的提升 最终更是以超强姿态稳居一线 说起迪丽热巴的演艺生涯 不得不提的几部作品 便是阿纳尔罕克拉恋人 傲娇与偏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 虽然这几部作品算不上她的巅峰 但是却各有意义 阿纳尔罕是迪丽热巴 踏足影视圈的第一部作品 克拉恋人 则是为其积累了首播人气 傲娇与偏见是其演技的认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助其一战成名 也正是因为以上这几部作品的出现 才一步步造就了如今这位颜值 演技 人气俱佳的一线女星 在成名之后 迪丽热巴无论是资源还是热度 都与日剧增 随后出演的长歌行 与君初相识 恰似故人归 安乐传等一众热播大剧 更是效果非凡 如今有消息出现 在安乐传之后 迪丽热巴将再次领衔一部古装新作 一时间可谓是热度拉满 迪丽热巴在其古装新作 二大洋洋人气拉满 七皇旺川今秋启动 有关迪丽热巴新古装的消息 是源于一部名为七皇旺川的新剧启动 该剧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筹备阶段 大致的剧本和时间也均已确定 甚至连主演任选也有爆料 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消息可以看到 在这部七皇旺川的相关筹备中 首先相邀的便是作为女主的迪丽热巴 对此 可以说是深受观众们的支持和认可 除此之外 该剧在女主之后 还是顺势公布了暂定男主的人选 她就是被称为古装男神的杨阳 对于杨阳这位演员 想必是观众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毕竟作为出道多年的一位人气男星领军者 无论是颜值 演技还是人气 流量都堪称一流 主演作品更是不计其数 早已是声名在外 而且 杨阳与迪丽热巴此次还是二次合作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共演了一部你是我的荣耀 当时可谓是CP感满满 圈粉无数 如今二大古装 自带的话题估计就能打造一部爆款了 近几年 杨阳对于古装剧的涉猎并不是很频繁 因此也就导致了观众们看不够的现状 此次应声加盟这部古装新作 又是携手一线迪丽热巴 无疑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男女主的人选之后 这部七皇望川还公布了另外两位人气主演的加盟 分别是出演男二 女二的谭剑刺和陈都玲 同样也是备受期待与支持的新进演员 目前 有关该剧的筹备已经正式拉开帷幕 作为主演的人选也陆续出现 大致的启动时间定在了今年今秋的十月底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 那么 作为观众们的大家 是否期待此次的演员组合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